虽然随着梅西率领阿根廷拿到世界杯冠军 让长达14年的梅罗之争正式宣告终结 分出了高下 而塞罗也已经选择离开欧洲足坛 去往沙特联赛踢球 但仍然不影响两个人依旧是舆论热议的焦点 近日 利物浦传奇队长 也是英格兰队前任队长之一的杰拉德 接受每日邮报专访 也就免不了被问到关于梅西和塞罗的相关话题 关于塞罗去沙特踢球的问题 杰拉德表示唯一能做的就是祝福 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塞罗的成就 对我来说塞罗是历史上排名前三的球星 既然我们谈论的是一名前锋 那么数据就可以证明一切 并不需要我多说什么 当被问到塞罗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和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级别时 杰拉德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回答说 塞罗和梅西的比赛我都看了 我认为梅西一直正处于一个 只属于自己的级别之中 他们就像超人一样 梅西是我在足球史上最喜欢的球员 在被问到塞罗和梅西谁更优秀时 杰拉德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确定 克里斯蒂亚诺是历史前三 他的进球 他的数据 但我认为克里斯蒂亚诺能力上 永远比不上梅西的 同时还表示梅西是一名不可思议的球员 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球员 永远永远是最好的那个 他的比赛真的是让人赏心悦目 通过采访内容可以看出 杰拉德对于梅西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欣赏 他在此前的采访中也曾经透露过 只要有条件 他都会观看梅西的比赛 而同时他给予塞罗也给了足够高的评价 而评价内容也足够理性和中肯 考虑到利物浦和麦莲之间的关系 杰拉德能够如此高地评价塞罗 足够说明是大心眼的认可 并不像他的昔日队友卡拉格和卡三诺之流那般 满满都是偏见 采一捧一 至于最后关于梅西和塞罗对比那段话 其实也是非常客观的 单论足球层面的造诣 梅西的确比塞罗要更好 毕竟梅西有着史上可以说独一无二的球感 这也决定了他可以具备一名进攻球员 所能具备的一切素质 这也决定了他有着足够宽的系路 可以适应中前场的各个位置 各种角色 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身体和状态情况进行转型 这些也确实是塞罗所不具备的 他没有梅西那么全面的技术 做不到梅西那样的进攻端360度无死角 尤其是无法转型成为一名组织者 不过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 塞罗已经做到了极致 毕竟在生涯初期的塞罗与射手 根本站不上边 后期却经过不断变化 先是转型为一名有球型超级射手 后来又转型为史上最强的无球型选手 这一路走来 传奇程度也堪称满分 虽然梅罗之间的竞争 最终以为牺牲而告终 这也足够合情合理 但即便如此 C罗所取得的成就也都是师大师摆在那里 无论是巅峰期的长度 进球数据还是荣誉层面 都是足球历史金字塔顶端的那一档 如果仅仅因为他在竞争中败给梅西 就否认C罗的能力和成就 甚至把C罗当作一名失败者 去进行挖苦和嘲讽 那无疑就太过愚蠢和刻薄了 延期一年的利亚德赛季杯足球有益赛 正式确定了比赛时间 这场有巴黎生日尔曼 对阵利亚德明星队的较量 将在北京时间1月20日凌晨1点上演 与此同时 利亚德胜利主帅鲁迪·加西亚确认 C罗将在本场比赛迎来首秀 他将代表利亚德联队出战 届时从利亚德胜利 以及利亚德新月挑选出的优秀球员 将在阿根廷名帅加利多亚的带领下出战 C罗和梅西有望上演 2020年以来首次对决 这场比赛有可能成为 梅罗生涯最后一场直面交锋 10日 C罗也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了 在利亚德胜利训练中的照片 配文写道 工作模式开启 据利亚德胜利主帅鲁迪·加西亚透露 C罗的沙特联赛首秀将会在23日 马丁内斯直较葡萄牙队 此外 葡萄牙国家队也确认了新帅人选 原比利时队主帅 西班牙人马丁内斯接任老帅桑托比 在发布会上 马丁内斯也被问到了 C罗是否还能够回归葡萄牙队的问题 必须根据球场上的表现做出决定 参加卡塔尔世界杯的26人 是我选择的基础 C罗就是其中一员 C罗已经为国家队效力了19年 他配得上尊重 我们会和他坐下来谈谈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在10周内 打造一支最佳球队 以获得欧洲杯的资格 明天我们将开始工作 了解所有球员 C罗就是其中之一 利亚的胜利和利亚的新月的明星连队 将和巴黎圣日尔曼 进行一场游异赛 这场比赛的胜负倒是其次 最大的看点是 C罗和梅西两大巨星 将在比赛中再度对决 两位金球奖巨星在1月份碰面 他们彼此以何种姿态面对对方 这是很多球迷关注的话题 而最大的悬念是 C罗是否会祝贺梅西 拿到世界杯冠军奖杯 在职业生涯 C罗拿到五个金球奖的荣誉 而梅西收获了七个 两大历史巨星 曾经在球场上势不两立 在巅峰时期 C罗向立黄马 而梅西在巴萨踢球 那个时候的西班牙国家德比 可以说是火星撞地球 但是随后两人的职业轨迹都发生了变化 C罗加盟了 尤文图斯 曼联 如今又来到利亚德胜利踢球 梅西离开了巴萨 前往巴黎圣日尔曼踢球 在世界杯曲间 梅西带领阿根廷捧杯 这是他第一次触摸到大力审杯 从此梅西的生涯变得圆满 很多媒体将其誉为是新时代的球王 反观C罗 葡萄牙队无援四抢 C罗也只能碍然身上 当梅西夺得冠军后 相信C罗也是欲凡透顶 不过非常残酷的是 梅西加盟后不久 C罗就要在赛场上对话 虽然比赛是有异赛性质 但是由于梅西和C罗的重逢 这赋予了比赛更多的意义 对于梅西来说 一切都很自然 因为他更像一个胜利者 但是对于C罗来说 确实很难面对的一幕 目前仍然不确定 C罗是否会出席这场比赛 因为一旦他出场 就要面对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梅西 到时候C罗或许会很尴尬 而一旦C罗找个借口缺席比赛 他就不会如此难堪 但是那样的话 很多媒体和球迷肯定会讥讽C罗 因此相信C罗不会找借口错过比赛 但是C罗出场的话 他是否会大度祝贺梅西 夺得世界杯冠军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或许C罗没有世界杯冠军 但是他还是会祝贺梅西 因为这是最起码的风度 C罗不会愚蠢到 和梅西海水两句话就快速走开 那样的话 反倒显得他小肚鸡肠 All righ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